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你好 我是马南玉飞 下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PRP的语法 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PRP它的一个分支语句 那你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呢写一个变量 这个变量的名字叫做 is yes 它等于一个处 好 在这呢我做一个判断就是判断这个 is yes 它是否为真 如果为真我就直接在页面上输出一个是 否则的话就输出一个否 那么在这一方呢很明显的 我上面这个 is yes 它的指示处 所以呢它最终在运行这个程序的时候 它在页面上肯定显示一个是 这个就是咱们的一个分支语句 那么除了分支语句以外呢 我们还有这个switch语句 那你比如说我们在当前页面上给它写一个 number数字 它的数字等于2 然后我们通过switch呢去判断当前这个变量 它的值到底是谁 简单去给它写两个语句上去 好 case 1 好 case 2 如果是 case 1 我最终呢让它输出这是一个数字1 否则的话就让它输出这些数字2 当然呢最后我们在这呢还可以给它写一个 default 就是如果是别的的话 这个地方我们就告诉它呢输入错 好 那么当然我这个地方number的值是2啊 所以呢我在页面上呢直接输出一个number2 也就是数字2就可以了 进的是我们的分支语句 那么除了分支语句以外呢 我们继续往后看 我们再来看这个循环 这个循环呢基本上它的写法呢 也跟咱们JS的语法差不多 但是要注意 就是我们这个变量在使用的时候啊 最开始给它声明这个变量的时候 我们用的是$ 前面去声明这个变量 那么我们通过循环去变力它的时候 好 注意看啊 $i等于0 $i它小于5 注意在变力的时候 这个$永远是跟着这个变量去走的 然后最后是$i++ 好最后我们在这去输出 当前变力的这个下标是$i 好最后我们去运行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呢直接循环0到4 也就是循环5次 定的是我们循环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函数啊 这个函数呢 它基本上使用的流程呢 也是跟咱们JS的函数差不多 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分装函数 这个函数呢就叫做print hello就ok了 然后呢我在这个里面呢干什么呢 我在这个里面通过这个print 然后呢直接去输出一个hello的到 当前页面上 那分装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方调用几次 它就输出几次 那你比如说我在这调用了两次 最后呢它在页面上输出的时候 它就输出了两个hellover 这个函数呢 也跟咱们JS的函数呢一样 那么重点呢 咱们要学习一下什么呢 学习一下咱们PFP的数组 它的数组呢 跟我们JS的数组呢 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么首先咱们PFP中的数组呢 一共可以分成三个大类 这三个大类分别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首先它的数组有什么呢 有第一个大类 所以数组 这个所谓的所以数组呢 就是字面意思 它的下标是数字的 叫做所以数字 但是它除了所以数组以外呢 还有另外一种数字 叫做关联数组 这个关联数组是下标 不是数字的 它的下标是字符串 这个所谓的关联数组呢 大家可以理解成 类似于咱们ECMA6新增的映射 也就是集合那个数据类型 也就是说呢 我每一个数据 它都有一个对应的键 一个对应的值 然后呢放在一个集合里面 这也是咱们的关联数组 那么除了关联数组以外呢 第三个就是咱们的全局数组 当然呢 这个全局数组里面呢 咱们涉及到我们编程的 一共就俩 一个呢叫做$GET 一个叫做$GET 这两个呢 等咱们后面学到以后 才去给大家强调 现在大家先了解一下 就是这两个数组呢 是在我们 PRP里面天生存在的 它是系统提供给我们的 两个全局数组 那么这两个数组里面 首先上面这个 它接收 我们通过这个$GET 然后呢提交过来的 所有的数据 而这个POST 它是接收所有通过POST 提交过来的所有的数据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前台呢 有数据想要提交给后台的话 我们可以呢通过后台的 一个叫做$GET的数组 和一个叫做$GET的数组 去接收我们 从前台传到后台的数据 那么这是咱们的三种数组 那么这三种数组中的 第一第二种数组呢 又可以两两结合 然后呢结合成多维数组 也就是说 我们的所有数组啊 和咱们的关联数组 在实际使用的时候呢 它又可以呢相互结合 然后呢结合成 我们想要的多维数组 好那么具体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所有数组 那么这个所有数组就非常简单 它的下标就是数字 那你比如说 我们在这一方的生命一个Cars 好注意 在咱们PFP中 你是不能够通过中国号 也就是数组常常去进行生成数组的 你必须通过一个叫做Array的 这么一个方法去生成数组 然后呢你比如说 我们在这个里面呢 去给它写几辆东西 你比如说大众 然后呢别克 然后呢现代 写完之后呢 我们直接可以呢 通过一个叫做VRDub的函数呢 去输出一下咱们刚刚声明的这个数组里面 它的一些基本的结构 然后我们来运行一下 好那么他告诉我呢 这个数组里面一共三个元素 下标为0的对应的是一个大众 下标为1的对应的是一个别克 下标为2的对应的是一个现代 而且由于咱们PFP中 刚刚咱们用的中文编码的格式 所以它一个汉字当作三个字符去处理 那么现代这两个字 包括别克这两个字 它的字符串个数是6个 这个呢跟咱们JS技术呢还是不一样的 它是按照字符个数去技术的 那么当然呢如果我们这个地方呢 想要去输出其中某一个下标的数字的话 我们在输出的时候呢 还是按照咱们中共和下标的方式 你比如说通过下标1 我可以直接把别克给它输出出来 而且呢这个数组在进行便利的时候 我们同样还是可以通过什么呢 通过咱们的循环 但是呢唯一的问题就是 咱们在使用这个数组的长度的时候 你通过的不是一个叫做Lence的属性 注意这个地方我想输出数组的长度 它用的是一个叫做Count的方法 直接把这个数组给它传进去 它可以呢返回数组长度 所以呢在有些地方呢 它的语法还是跟咱们 PIP语法不一样 最后呢我们在这方呢 直接通过这个以扣去输出 它的下标 在这我们直接写下标 是$i 然后呢数据 是Cars 中国号 好 $i 最后呢给它加一个换行 最后我们在当前面上输出的时候 它呢就将我们输出中的每一个数据 全部通过下标的给它放到 这呢是咱们PIP的索印数组 第二个部分呢是关联数组 这个关联数组呢 它也叫做键值数组 为什么呢 因为它呢是一个键对一个值 它的这个结构呢 有点类似于咱们1,3,6的映射 那么咱们的映射呢 它也是键和值1对应的这么一种关系 所以它又叫做键值数组 那么首先你比如说我们在这一方呢 去生成一个键值数组 也就是我们的关联数组 好 我们来看应该怎么做啊 在这直接申请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呢 同样也要通过这个array去进行声明 声明的时候 键 你比如说王五 它是打鱼的 好 跟值之间的关系呢 通过一个等号箭头的形式呢 去连起来 好 离四 种地 张三 打链 好 这就搞定 搞定以后呢 同样我们还是通过这个varrdub呢 去输出一下咱们这个数组 输出以后 具体的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呢 它的下标呢 是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呢 对应我们后面这个值 中间是用一个箭头去给它连起来的 这个东西叫做关联数组 那么对于咱们的关联数组来说呢 如果你要对关联数组进行便利 那么在这个地方 你用的是一个叫做for each as的这么一个语具体进行便利的 具体怎么回事呢 我们来看一下 你比如说 咱们在这儿呢 通过这个for each 对我们上面这个关联数组进行便利 好 那么在这儿呢 首先for each 好 然后我们要去便利谁呢 便利array 然后在这地方通过add去给它进行连接 连接的时候 在后面呢 直接给它前面一个部分写的是什么呢 写的是它对应的键 后面一个部分对应的它是它的值 然后呢 最后我们把这两个部分的全部给它输出出来 好 但是这个输出的时候啊 我们要用它的这个dollar key 作为它的下标 好 要用它的dollar value 作为它对应下标的值 然后我们进行输出 好 那么最后呢 咱们在这儿输出的时候 我们来看最终的一个项目啊 重新刷新一下 好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下标是王5 对应的是打鱼的 下标是李四 对应的是种地的 下标是张三 对应的是打猎的 这应的是咱们PRP中的 所应关联数组 好 接下来呢 我们给大家去实现一个二位数组 怎么实现呢 首先我们在这儿呢 申明一个数组 这个数组它的最外层是关联数组 最外层是所应数组 里面的元素是关联数组 好 你比如说第一个 咱们要去统计一个班同学的成绩 然后呢 第一个同学 他的名字叫做这个小白 然后呢 他的英语成绩 考了一个100分 然后呢 他的数学成绩 考了一个50 好 这是第一个同学 第二个同学 咱们把这个东西复制一下 咱们一共给他实现三个数据进去 好 第二个同学叫做小花 小花的英语呢 刚及格 然后但是他数学呢 还是不错的 好 然后呢 咱们呢 小红 小红呢 是两样都可以 所以呢 两个都是100分 这样的话 咱们的一个二维数组就搞定了 他的最外层是关联数组 最外层是所应数组 里面是关联数组 那么如果啊 我在这个地方呢 通过循环去输出一下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要通过$i等于0 好 注意 $i它小于count $i 然后呢 是$i++ 好 最后在这张输出的时候 我们通过这个VRW去输出 其中它每一个元素 中括号$i 然后在后面呢 给它每一个后面 加一个换行 好 具体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效果 好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它里面的全是什么呢 全是这个数组 全是数组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访问什么呢 访问我们小红同学 他的一个数学成绩的话 注意 首先第一步 我们先得找到小红 小红呢 在我们上面这个下标中呢 是处于下标2这个位置 找到小红 找到小红以后 我们很得 然后呢 通过这个下标 的一个叫做Math的 这么一个属性 去访问到它的数学成绩 那最后呢 通过这么去访问呢 我在页面上刷新的时候 大家就可以呢 我就把小红 它的数学成绩 就直接输出了 那么这个是我们 2V数组 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基本上它的一个使用逻辑呢 跟咱们 JS中的2V数组 使用逻辑 差不多 唯一的区别就是 我们 P2P的数组呢 要比咱们 JS的数组 要更加丰富一点 因为它呢 有一个叫做 关联数组的东西 而咱们JS呢 它只在 E3M6以后呢 才新增了一个叫做 NAP映射的 这么一个数据结构 跟它是 类似的 好 然后呢 接着 我们继续往后看 看这个地方 就是关于咱们数组的函数 首先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数组的函数 这个数组函数里面有POP 有PUSH 还有这个SHIFT CANT IN A READ 等等 那么其中有一些方法呢 咱们不需要去试 你就能够知道 它的这个 具体的功能 你比如说 AREAD.POP 它是从数组的最后一个 去取加一个元素 而PUSH呢 是从数组的末尾 去插入一个元素 那么 它的功能呢 基本上跟咱们JS的功能 是类似的 唯一的区别就在于 它的一个函数名和 调用格式呢 跟咱们JS的函数呢 不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